陈伯达传 作者 叶永烈 第52章 揪军内一小撮 喜欢标新利益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以及揪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 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 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能够爆发720事件 百万雄狮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 那是因为百万雄狮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 一级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 政委中汉华 独立师师长牛怀龙 政委蔡炳辰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 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 而是全国的问题 这样 纠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纠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 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打倒棚 罗 陆 杨 是文革的第一战役 打倒刘 邓 陶 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纠军内一小撮 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 就在谢富志 王力回到北京的一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 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志 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 照片 当天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 游行 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打百万人之众 大会发出了给谢富志 王力同志的慰问殿 7月24日凌晨3时 陈再道等凤林彪之命进京开会 刚刚到京西宾馆 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志 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 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 江青 康生 七本宇一起讨论做出的 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 可是 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殿声称百万人大会 觉得北京只开十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 七本宇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一百万人吧 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吗 七本宇说 行 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 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 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 开会前两小时 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 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 现决定参加 林彪在电话中说 我经过仔细考虑 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 我已参加为好 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 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 向右派示威 加速右派的瓦解 所以 我觉得参加力多 林彪的电话 是中央文革备受鼓舞 下午四时半 林彪领头 陈伯达 康生 江青等紧跟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谢富质 王力成了英雄 一日 快大富 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 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快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 林彪做接班人 有好多人不服 主要是四方面军的 他们力量大人多 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在道搞的 林彪提出带枪的流动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 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快大富当时的分析 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 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 说穿了无非世界720事件为题 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 在他们看来 二月逆流中的主江陈毅 徐向前 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 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 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 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 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这么一来 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 这么一来 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隶属军内走资派彭德怀 罗瑞卿的种种罪行 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 最好的学生林彪 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各报转载 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